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隐居美国之后就鲜少露面了 2.黄英英 黄英英自1974年踏足乐坛以来 共发行了50张个人专辑 包括中文、英文与粤语专辑 黄英英不仅在香港、台湾有众多歌迷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亚洲各地区也颇付声名 那时候搭街小巷都是她温柔的声音 黄英英性格文婉 对她爱情也很认真 和丈夫一起生活39年 虽然两人心下无子 但生活却依然幸福 遗憾的是 丈夫于2014年幻癌去世 享年70岁 好在伤心抑郁的她 却还是努力生活着 3.珍妮 珍妮是三国混血 后来与父生相爱 两人结婚 婚后两人对于要小孩的态度非常积极 但可惜的是四次都没能抱住孩子 父生则是彻底变成了七罐烟 属于兜里没钱又没面 后来在一次次争吵下 珍妮为父生买了一辆二手车 然而似乎不久便传来了噩耗 父生在开着改装后的二手车和朋友在路上飙车时 车辆突然失控而导致翻车 父生和三名好友当场身亡 1987年珍妮消失了四年后 却突然从美国回来了 还带着一个小女孩 名为珍佳萍 直到2012年珍妮才于某综艺节目中 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女孩是试管婴儿 亦是复生的孩子 如今珍妮已经66岁了 她守了33年的寡 为了王夫 女儿 她并未选择再婚 69岁的崔台精 有一代妖姬的美名 虽然弹注演艺圈28年 但美艳风格神之人心 近期出现在荧光幕前 是来台湾担任2017年金钟奖颁奖嘉宾 即便近几次露面 崔台精的身材已和当年的火辣谈不上边 但气质依然出众 1993年淡出演艺圈后 直到2001年才现身金钟奖颁奖典礼 睽違已久再度公开亮相 似乎对于目前的生活毫无恋战 现在正式成为天主教徒 与神父的合照曝光 崔台精重徽大家的视线 也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5. 田文仲 台势《台湾名人堂》曾专访资深艺人田文仲 他在80年代主持台势 红遍大街小巷的交友节目《我爱红娘》 促成无数对家欧 笑称当时就连到美国都还遇到当时的嘉宾 来认美人 让他直呼功德很大 久未出现在荧光幕前的他 也在节目中透露 前阵子因声带长俭发不出声音 就一检查竟被告知患了生门癌 医生告诉他 是因为过去用嗓过度 导致声带退化 他坦诚笑了好大一跳 所幸不会危及生命 不过孝顺的女儿 立刻放下了美国的工作 急忙返台 每天开车逼着他到医院电楼 后来才逐渐回复声音 目前年轻发学的田温仲 也在高雄开启了餐厅 吸引了许多粉丝争夺他的风采 六 邓丽君 邓丽君的歌曾经红遍大江南北 流传大街小巷 至今都是广为传唱 他拥有过最轰动 最绚烂的舞台时光 也拥有过最真挚 最响亮的掌声 他可以说是华语音乐史上 最具有影响力的歌手 他的出现影响了华语音乐 一个时代的发展 可正是这样一位传奇 却在42岁的时候 渴死一箱 七 刘福祝 传媒报道 有台湾嘻哈组是也支撑的台湾资深民谣创作歌手刘福祝 入行已经有60多年 而去年刘福祝还曾举办演唱会 他表示自己一把老骨头还要出来拼命 不然可能生活都要成问题 连饭都吃不起了 8 林美赵 2020年7月2日凌晨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知名女星林美赵健康出现问题 她肠道切除了将近20克肿瘤 之后还有白内障手术需要做 身体状态十分令人担忧 林美赵十分担心自己会变成儿女的负担 她坦言自己并不怕死 只害怕躺着活 年轻时的林美赵拥有着超凡的美貌 五官长相都十分精致 拥有着让人过眼不忘的能力 但成功后的她工作日程十分繁忙 精神压力巨大 后来还被诊断出老年痴呆症 她为此花费了百万元去治病 甚至在病危时进入病房后拿出了一罩交代后事 但治疗后终于恢复了健康 九 肖芳芳 肖芳芳从童馨出道 《毅力演艺圈》至今已67年 曾八度拿下最佳女主角奖项 更在2010年与张国荣 梁朝伟 被选为亚洲最伟大演员 而她的感情生活也轰轰烈烈 曾和谢贤 秦湘霖谈过刻骨铭心的恋爱 最后二婚信任老公张正斐 两人相知相惜41年 终成佳话 婚后 小芳芳生下了两个女儿 夫妻缘分 情迁至今已有41年 即便期间老公要到澳洲电视台任职 小芳芳也跟着老公移居当地 不离不弃 小芳芳曾分享维持婚姻的秘诀 即使互相体谅 互相包容 看似只有短短的八个字 但要做到却绝不容易 因1980年演出华视连续剧《江南游》 《红吉医师》 被誉为永远的小王爷的女星陈丽丽 脑溢血病逝万芳医院 一幕上洒脱英俊的陈丽丽 万年疾病缠身 宝妹陈丽华不舍陈丽丽 一生洒脱说走就走 陈丽丽在世时就嘱咐 不弃切 不开刀 不急救 身后陈丽丽也不办告别事 台湾为方于佛光山 台北道场及法谷山道场 十一 凤飞飞 台湾知名的歌手凤飞飞 素有帽子歌后之称 1953年 凤飞飞出生在台湾的桃园县 本名叫林丘兰 27岁那年 凤飞飞的好朋友林峰做了一次媒人 给她介绍了一位来自台湾的对象 这个人就是凤飞飞后来的丈夫赵红奇 除了帮凤飞飞支付违约金之外 赵红奇还给了林家高额的聘礼 1980年 27岁的凤飞飞告别娱乐圈 正式嫁给了赵红奇 结婚之后 凤飞飞和丈夫长期住在香港 1989年 36岁的凤飞飞生下了儿子赵文林 但是六年之后 70岁的赵红奇就因为肺癌而离世了 丈夫的去世对凤飞飞的打击很大 不过谁都没有想到 仅仅时隔三年 凤飞飞也因为肺癌而去世 就这样 一代割后追随丈夫去了 而她的追梦人则保留到了永远 1974年 高凌峰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国语专辑 靠着这一张专辑 高凌峰受理成名 成名后的高凌峰还出演了电影 开始涉足影坛 而高凌峰除了出演电影《唱歌》外 还主持了不少的综艺节目 1981年还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公司 虽然事业很好 但高凌峰的情势却非常混乱 高凌峰一生结了三次婚 之后时光来到了2012年 六十高龄的高凌峰被检查出了血癌 这让高凌峰深受打击 之后高凌峰开始入院治疗 但是在经过了多次的治疗后 还是没有挽回她的生命 高凌峰在2014年病逝了 病逝时年仅64岁 高凌峰去世后没有任何人送中 反而妻子儿女开始争取了高凌峰的遗产 而且儿女们也没有回来给高凌峰送中 可以说是非常的凄惨 13张帝 随身印人张帝有着极致歌王的封号 当初在父母的介绍下 张帝通过详亲认识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 但婚后没多久 张帝觉得了无生趣便离婚了 后来张帝找到了一个心仪的女孩 因此不久之后 张帝跟这个女孩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可是婚后二人因为聚少了一多也离婚了 后来他又遇到了小他33岁的张新如 一开始张新如给张帝当助理 朝夕相处间两人产生了情愫 走在了一起 但一直是地下恋情 直到2009年 67岁的张帝才宣布 自己即将迎娶跟了自己十几年的张新如 婚后张新如为张帝生下了一个儿子 当时年近70岁的张帝老来得子很是开心 刚开始两人之间的感情确实不被外界所看好 但是如今两人的婚姻已经过去多年 两人之间的感情却还是很稳定 羡杀旁人 13.肖立朱 70年代初期 国语歌坛女歌手流行的装扮是样力的彩妆 镶着亮片的舞台服 而肖立朱则是一袭轻便可爱的吊带裤 吊带裙 清纯自然的短发刘海 脸上总是带着素颈自然可爱的笑容 一如阿珠自然不做作的个性 在当时俨然自成一派 因此也改变了国语歌坛女歌手的造型风气 关于番茄姑娘外号的由来 据说 元素质一位歌迷朋友 觉得肖立朱天生一张圆圆的娃娃脸 双甲总是泛着粉嫩的红色 像极了番茄 因此番茄姑娘的外号不禁而扫 成了她的标签 1982年 肖立朱步上人生的另一阶段 婚姻 自此定居新加坡 多年来 清新自然不做作 一直没有从阿珠身上消失过 每每回台探望好友 她爽朗的笑声 总是会让周围的人心情顿时开朗 阿珠曾说 真实自然的生活 正是自己心中多年来所期盼的